7月28日 美国参议院负责基础设施交易磋商的一个两党小组达成协议 标志着美国国会在大规模基建投入立法方面取得重大突破 一位共和党幕僚称 最终数字是5500亿美元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表达了乐观态度 称参议院可能最早在周三晚间对该协议进行程序性投票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表示 他欢迎参议院的两党基础设施方案取得成功 但他没有承诺众议院将原封不动通过这份法案 辉瑞公司7月28日发布的新数据显示 第三剂辉瑞新冠疫苗可以强烈增强对德尔塔变种病毒的保护力 超过了前两剂疫苗提供的保护 在18岁至55岁的人群中 接种第三剂疫苗的人体内 针对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抗体水平 比接种两剂疫苗的人高出5倍以上 在65岁至85岁的人群中 接种第三剂疫苗后 抗体水平比接种两剂疫苗后高出11倍以上 辉瑞研究人员在演示这些数据的讲稿中写道 据估计与接种疫苗前相比 接种第三剂疫苗后针对德尔塔变种病毒的抗体水平 可能增加了100倍 7月27日 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一项扩大加州医疗补助计划的协议 使所有50岁及以上的低收入成年人都有资格享受该计划 无论其移民身份如何 包括非法移民在内 该法案将加州医保覆盖范围扩大到约23.5万名加州居民 并扩大了针对25岁及以下人群 以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无家可归者的相关健康服务 纽森将该法案视为加州实现全民医保的一步 据悉该政策全面实施后 预计每年将耗资13亿美元 为应对异常高温对电网构成的威胁 加州7月27日再次发布了节电警报Flex Alert 督促加州居民主动节约用电 全州范围内的警报将于28日下午4点至晚上9点生效 以避免可能出现的电力中断和轮流停电 7月27日韩国朝鲜双方分别发布消息称 时隔413天后 双方于当天上午实施重启通信联络渠道 韩国总统文在寅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 从今年4月开始多次互置亲笔信 就改善韩朝关系进行沟通 并就尽早恢复互信形成共识 韩国舆论指出 重启通信联络渠道有望成为韩朝重启对话 恢复双边关系的契机 将对改善和发展韩朝关系起到积极作用 在东京奥运会进入第四个比赛日之时 东京都单日新增新冠确诊病例为2848人 创下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记录 东京奥组委称 当天又有包括两名参赛运动员在内的 7名奥运相关人员在新冠病毒检测中呈阳性 7月1日以来 奥运相关确诊人数共为160人 日本首相菅义伟当天傍晚就此表示 将保持强烈警惕 以防疫情扩散 同时否认了东京奥运会停办的可能性 宣伤 八卦 一直是这样的 王格 种植核双方提供